欢迎来到热韵自在 让我们一同启发心灵 体验生命之美 西藏呢 是个神秘的佛教传承 与悠久的丰富历史文化的地方 是佛教徒 心灵上令人神往的佛界净土 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 更是世界上 最富于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大地 在全球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通缩后呢 大幅缩短了朝圣者 及游客们接近天狱的距离 这其中呢 西藏历史充满了对成就者 和实践瑜伽士 和瑜伽士的惊人描述 那就不得不缩短 最至高无上的宏光身 那什么是瑜伽士呢 瑜伽士在藏文叫做拿酒吧 瑜伽士是藏传佛教 无上密布的修行者 藏传佛教呢 非常注重冥想技巧 也就是禅修 那说到什么是宏光身呢 藏传佛教成就者缘即时呢 大致有下类的四项 一 肉身直接飞往佛净土 二呢 是以智慧之火焚烧肉身 仅剩下头发跟指甲 三呢 是以智慧火焚烧肉身后 身体缩小 但未完全消失 四呢 是出现彩虹红光 即彩云的瑞相 所以呢 当肉身成就红光身后呢 因为红光身既是一种红泥 那就是无死了 所以 故红光身呢 又称为无死红光身 其中呢 最具知名的红光身成就者 就是最尊贵的莲花生大使 和无垢有尊者 都是在西元八世纪左右的事迹 因为成就者呢 在修行中 是透过多年专注的灵性练习 来实现的 包括冥想 观想 和其他形式的灵性训练 这个过程呢 包括进化身心的所有负面情绪和执着 并培养内心的平静与智慧 可以改变身体的外观 将其转化为五种光芒 而这种物理荧光的名称呢 是红光身 英文呢 是Rambo Body 那说到红光身呢 红光身是战传佛教中使用的一个术语 它用于描述 在原集时发生的特定型别的精神成就的达成 在壮传佛教的金刚称传统中 有形物质呢 被认为是由五种元素组成的 分别是地水火风空 正如西藏生史书中 提到 构成宇宙的元素能量 与构成人体的能量呢 是没有区别的 因此 身体呢 同时是一个个体和宇宙的整体 我们的人体呢 也一样具有五大元素 人体的温度呢 就是火元素 人体之中呢 有水分 那就是水元素 骨骼呢 是地元素 呼吸呢 就是风元素 而我们的精神意识呢 就是空元素 据说呢 红光身的原因呢 是因为累积了大量的灵性功德 和修行特定的修法 例如 大圆满法 使教法呢 强调新的本性 大圆满被认为是尼玛派传承中 最高的法门 而红光身呢 有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 也就是法爆化三生巨竹 那法身呢 它是意味真理之体 法身对应着的呢 是精神层面 红光身的最高层次 代表着无形体 用于指正物心的身体 或本质 法身呢 是绝对的身体 超越存在 与不存在 那爆身呢 是指佛陀的极乐身 爆身是红光身的第二层 指的是佛陀的第二身 即微妙的身 在某些方面呢 比肉身更为真实 爆身也可以指微妙身的不同方面 例如呢 智慧 力量 和佛形 爆身 可能被认为 和其他两个身体之间的界面 化身呢 指的是肉身 化身是红光身的第三层次 代表着肉体 肉身转化为光 只剩下头发 指甲和衣服 这个层次呢 也称为红光身 是佛教修行的终极目标 它代表了多年专注于 精神实践的顶峰 以及启蒙和超越的最终成就 也可以说是从生死轮回中 解脱出来的觉悟成就者 历史上呢 佛陀是化身佛的代表 不过说到其具体的表现呢 其实就是修行者在涅槃后呢 其身体逐渐的缩小 直到最后消失 化作红光 融入法界的虚空 常人呢 可以在修行者涅槃的地方 看见天空出现彩虹 彩色的云朵 或者是闻到奇异的芳香 去记载呢 最高成就就是 陆圣完全红光化后呢 光明可以再次凝聚成 如八个月孩子大小的彩虹声 已经在最著名的成就者中 其中有一位呢 布丹国师在修成圆满后缩小 至今呢 能被供奉在布丹的寺庙里 其实 用我们普通人的眼光看呢 会觉得非常的神奇 毕竟当生命终点来临时 身体发出彩虹光芒 这现象呢 除了在科幻片电影中会出现以外 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一开始 我也是认为这是传说故事 毕竟 藏传佛教就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 关于红光生成就者的资料呢 全世界都有资料可以查询得到 所以呢 不得不相信 这是很多成就瑜伽式修行者们呢 留给我们伟大的实证 还有很多红光生修行的成就者 例如 阿瑟 阿炯仁波切 尊贵的阿炯仁波切呢 出生在尊贵的活佛世家 阿瑟家族 尊贵的成就者阿炯仁波切呢 他的一生呢 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他从来不接受王财 一直很虚心的说 他只有好好的修行 来回向给这些死去的众生 并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 供养的话呢 他就不要了 尊贵的阿炯仁波切呢 在他缘集前 对试者说 今天 我要摘一张神奇的相片 留给世人 以便呢 在五折中的众生 能对佛法 解密法 生起信心 也就了错了我这一生 修法老人家的心愿 珍贵的阿炯仁波切呢 教试者呢 用一个普通的傻瓜相机 在牧场帐篷的门前 留下了这一张宏光照片 成就者阿炯仁波切 在园局后呢 身体收小成只有约一轴多左右的高度 火化石发出了奇特的香味 火焰呢 呈现七色 天上茶云围绕 并有代表空行母化身的阴在空中盘旋 同时呢 天空中出现了日月星辰 并呈现了奇异现象 火化后呢 留许多树丽花 树丽谷 还有三个树丽子 其他的诸多成就瑞相 尊贵的阿秋法王呢 曾经也称探过尊贵的阿炯仁波切的功德 跟射达连师化身 大福葬师 射拉扬之一样 尊贵的阿秋法王呢 也鉴定过此照片 并说 众生福博 本来呢 是可以成就红光生的成就者 但众生业障太重了 所以呢 无止成就显现 但他的内政呢 一阵的红生成就 照片就是证明 还有一位 刚刚说到 真实尊贵的阿炯仁波切照片的 尊贵阿秋法王 在于西元2011年 元吉时呢 也出现了伟大的红光生现象 身体呢 也缩小至约60公分左右 尊贵的阿秋仁波切呢 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及金刚手菩萨的总集化身 此身呢 已经圆满人间 度众教化的事业 设身融入了法界 在当时呢 有很多民众拍下 天上出现的祥瑞异象 还有一位伟大的 红光生成就者 明马八一代大成就者 采望人真人波切 在1958年9月的时候呢 突然在看压他的士兵面前 皱目睽睽之下 肉身飞入虚空空中 这事情呢 以接近从当地的老百姓 茶余饭后的闲谈呢 也变成他们心目中的传奇 最终呢 升华成一位精神领袖 与信仰寄托 在西藏拉萨舍拉寺院中呢 有位高生被视为 是长提菩萨的人间化身 因聚精已久 是寺院大殿的最高宝贝之一 供养在院内大殿楼上 你们能幻想 这里面的小人物 有多大吗 据传呢 大约有四分之三首长的大小 这是一个商业 是高生元吉红化后 所留下的 转转传到寿拉寺 并被供养在世中 接下来呢 说到这一位 算是近代 并在欧美呢 有很多追随者 最尊贵的十六世大宝法王 传统中呢 大宝法王都是在亚洲古老的 寺院中原籍的 不过最尊贵的十六世大宝法王呢 选择以癌症的方式 原来西方最现代化的医院中 并不是偶然的 大宝法王呢 有意要在超习幻化的西方公立世界中心地理室 无论他有什么怎样的理由呢 从文化的相对角度来看 整个事情都是超现实 而令人屏息的 好比佛母亲 亲自把法王由西藏的宫殿呢 带到了另外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中 于是法王的圣殿魔术般的 被转变成了医院的病床 圣坛呢 变成了电视机 坛前呢 装满了进水的供碗 变成了装样本的杯子和饰管 而身袍呢 这变成了医院的病服 对一个得到者 这些转变呢 只不过是无形的能量的转变罢了 法王呢 只是以荣光焕发的为下 面对这一切 最珍贵的大宝法王呢 在元吉后 震得了红光声 设身说下 有藏人们呢 相信在证悟的圣人被火化时 天空将会有彩虹的出现 就在火化塔被点燃前的那一撒那 太阳周围呢 出现了环状的红光 成千的观众被震慑了 在八天后呢 还冒着烟的火化塔被打开 以搜寻设立纸 许许多多奇妙的东西 在骨灰中呈现 最令人赞叹的是 安置在法王设身的座垫 一张火烧不掉的座垫 那张以最精致的布料 绣着的图案的座垫 除了四周的胶痕外 还完好无损 座垫的阵中呢 清晰的可见 一个赤裸裸的脚印 一个小孩子的脚印 这是法王转世的承诺 一个回归城市的承诺 一个为了普救众生 趁愿再来的承诺 西藏人呢 拥有一个独特面对死亡的艺术 他们相信在心与肉体分离的前一刻 心的本性呢 将会无隐藏的展露 最为妙的本质呢 是将赤裸裸的显现 这就是所谓的明光 在藏传佛教中 宏光身呢 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实现形式之一 他的概念呢 是将身体 能量和心灵 从身体的所有粗糙方面 完全解放 并为五色光芒 是成就者精神标志的巅峰 还有一段记载呢 也是关于修行者的 据印度历史记载 在很久远的以前 印度有一位八十岁的老翁 对密法呢 有极大的信心 但是不能如理的修行 医生中 念了六字大明咒一亿遍 后来呢 获得了长寿殖民果 活到了三百岁后 因为不守漏身 直接前往西方极热世界 还有一位呢 是尼伯尔的一位娼妓 一生呢 告曼以谋生 后来归一密宗上世后 精进胜作一亿变 最后呢 成就光身 其身呢 变成度母 如雄鹰腾空 不守漏身呢 而直接飞往观音净土 此为当时许多人 亲眼所见的 你们看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我希望你不再来 请不吝点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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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